蓝宇地区的垃圾必须要运到台东处理 但是每一年都会上演没有厂商投标 导致岛上垃圾堆积的问题 接下来县福也表示 除了要做好监督的机制 还要启用焚化炉来解决 同时也希望游客每一个人 可以带回一公斤的垃圾活动 盼能为蓝宇降低垃圾量 五个月没有勤运垃圾 蓝宇街道变得脏乱不堪 垃圾桶快满出来 宝特瓶也被乱丢在海滩上 垃圾问题让政府伤透脑筋 蓝宇岛上没有焚化炉 垃圾都得运回台东 再送到外线市焚化 但盈域成本太高 几乎没有厂商要投标工程 经过五次流标后 周二终于完成招标 能暂时解决蓝宇的垃圾问题 蓝宇还要走一个 政府采购法的一个 超底价绝标的程序 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它没有超过我们的预算而多的 那这个程序走完以后 就会跟厂商签约 马上来启动 蓝宇每天制造两公顿垃圾 一年要编列九百万元预算 但长期靠外县市代烧垃圾 县府预算吃紧 现在环保局积极协调 台东县启用焚化炉 县长饶倩林也表示 做好监督机制后就会启用 焚化炉启用的部分 是对台东县政府最快 时间最节省 金钱最节省的方案 而且我们会设立的监督方案 最重要是民众要安心 除了启用焚化炉 环保局也发起 游客离岛时 帮忙带走一公斤的回收垃圾 希望能协助蓝宇垃圾减量 还给小岛应有的干净样貌 借刘林祥台东报道